二届主要指数周一4月19日开盘走低 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从记录水平回落 投资者从第一季度财报季中寻找企业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蛛丝马迹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开盘时下跌18.3点0.05%至34182.38点 标普500指数开盘时跌5.7点0.14%至4179.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跌67.8点0.48%至13984.583点